我之前也有參加過空庭的體驗處段的空庭 也問過一些專家學者 覺得土土計畫法跟多維其他人的經濟量很像 樂觀他通過 但是還是比較勝於我的概念 那我也漸漸做過幾個會議 前輩討論得到了蠻多的智慧 包括今天 那其實我比較想討論的是說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多土的模仿 所以根據幾場這個東京會的感覺 我每個人針對他的專業想法很多東西的類 塞到這個模仿裡面 那似乎大家有點忘記他有一個詩形系的事情 所以如果把它當成一個模仿 很多關鍵性的問題 大的這個概念 大的方向應該在這個模仿成現 但是有一些比較實質處理上的這些問題的話 似乎現在要啟動 所謂的詩形系者到底內容要明顯 這個反而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點訝異說這個模仿 這個模仿居然它在通 就是現在要過關要通過的這個過程 我們對於它詩形系者的內容 好像知之未停 這個是值得我們討論 因為未來真的要run是詩形系者 要扮演這個假設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個模仿有關於一些原則性 或是方向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大家各界的力量把它定好 因為未來要解釋 就有點像我們在解釋憲法一樣 我們要解釋這個詩形系者如何定 這個法律如何run的過程 最後還是這樣可以做去這個模仿 因為法律法當初它的意涵是這樣的 立法目的是這樣的 所以或許有部分的問題 可以我們在詩形系者上 現在就可以自己去建讀它 以上建議